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DER 從去年休息到了今年 這款人生Online還是得繼續上線 今年也請各位多多支持了 本次就帶來台版遊戲前瞻測評 緋紅的神約 Echo Clips 遊戲開發商為中國的遊主網路 在台灣的跳板是遊遊網路 也算版頻道的半個常客了 去年也介紹過不少款 目前還在為那款 到錢筆記努力的打廣告中 而本次在Google上架平台 換了一個名稱 不管是想洗白 或者想錯開遊戲的類別 但網路總是有記憶的 留下足跡可沒這麼簡單的消除 遊戲在日服去年12月20號正式推出 但官方也明顯是想賺中國玩家的錢 所以可以通過設定 轉換成簡體中文 而可能是開箱過太多的份遊 頭腦的99雷達在我開始聞的時候 就跳出了遠離警告 尤其當我看到這大量的滾服機制 第一時間真的想轉頭卸載了 遊戲講述了一對 靠挖礦為主 相依為命的主角與妹妹 有天被一群稱為 拉斯普塔的組織追殺 後來發現 其實是因為妹妹體內 有一種能無限生長水晶的基因 或者可以稱它為骨神之氣 所以因此才會被對方盯上 而在一次遭遇危機的時候 妹妹體內的水晶暴走 因此陷入了風力的長年 於是主角為了拯救妹妹 開始踏上尋找偉大遺物之路 而劇情語音的部分 就在開頭的時候才有 後面很快玩著玩著就會變成純文之冒險了 而且不只如此 後面的劇情也會開始耍智障 能拖則拖毫無進展 唯一謹慎的就是Live2D的角色 會跳來晃去的刷一下存在感 但好的開頭如果足夠吸引人 或許也能很好的抓住守除用戶的心態 反正都刻了一點 那就繼續吧 或許在廠商而言裡 20元圈的錢就是這麼好賺了 遊戲美術方面 這點廠商也非常的聰明 知道修正過往失敗的經驗 而且這幾年不少遊戲的成功 都擺在眼前讓他們借鑒 角色都有Live2D 類型也很多元 像是獸娘 機甲 蘿莉 玉姐等 美術也懂得如何賣色 在構圖上也很懂 就是你知道的那種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 看著看著 總是提不起勁 總是覺得有種距離感 整體風格上有一點像是明日方中 但也有可能只是色調跟細節處理比較相似 單看立繪的話還是挺好看的 只是莫名的不錯喔 如果好這口的話還是可以的 養成方面分為兩種 首先是角色等級跟升級的部分是可以共享的 這點還算不錯 可以隨時切換其他角色玩完 不過SSR跟SR強度差異挺明顯的 另外還有一個四藍位的裝備 配高副本刷取獲得 額外可以進行改造功能 但因為我沒有解鎖 不過如果按常理判斷的話 通常這種機制都不太妙 而角色突破 依舊不意外的噁心 不只最高突破可以到七星 而且又是那碎片機制 再來就是一個類似的輔助專武 主要是用來輔助上場角色 玩家最多可以攜帶四個 後期也能突破跟搶化 這在未來開PVP的話 應該也是雙方比拼的重點 戰鬥玩法為橫點的回合卡牌 畢竟遊族過往就是做這類型為主 熟門熟路的 三倍速自動放置 以及部分的戰鬥是可以跳過的 輕聲不甘沒煩惱 但回頭看看官方的形容稿說什麼 技巧多變的陣容策略 但通常只要塞入這種 能快速判定結果的戰鬥設定 能期待做好策略的後來率等於0 跟其他玩法簡單 但課金買數值的換皮卡牌 其實是毫無區別的 而除了戰鬥玩法上很驗熟以外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其他款遊戲的影子 像這推光卡前進的畫面 這我可熟了 一拳超人就是採用這個機制 另外還有這個速射系統 看上去是不是也很有名人方舟的味道啊 而課金方面 這廠商在卡池的計算上也是非常厲害啊 按說明的話 SSR基礎出貨概率是1.5% 之後隨著抽數逐漸提升概率 30抽以前 每抽提升0.01% 30-39抽 每抽提升0.3% 40抽開始 每抽提升1% 如果你看不懂的話沒關係 簡單幫你計算一下 就是在40抽以內 出貨概率是從1.5% 提升到4.49% 後面開始就是薛丁格提升 直到50抽會出SSR 而必須連歪40次以後 才能獲得真UP角色 算起來大保底就是250抽 而每10抽將近約1250元台幣 只能說廠商的創意 依舊是那麼天馬行空 5G無數 再來就是那個專武 抽出來的還不一定是完整的 很高的距離會是碎片 所以如果你臉黑的話 就必須靠每500抽獲得的那500個稅金 去商店換取一個專武 所以就看這高達0.2%的機率 跟500次抽滿 誰會先到來 再來看看其他的 能讓你一鍵三連快速購買的日禮包 再來除了普通月卡 還有三檔位的資金 另外這個常見的大月卡也是標配了 而不只如此 它還有另外兩款月卡可以購買 不得不說廠商也是越來越聰明 讓滿月卡比除值去抽卡 顯得便宜非常多 這定價一高一低的心理策略 讓用戶覺得划算根本賺到 廠商或許不懂如何做好遊戲 但算計用戶是玩得比誰還精啊 中文玩法還是把那套 換皮卡牌獨有的髒東西都攬上了 使得再沒禮會也顯得不純粹了 你可能會想說 不課就沒事啦 天真 太天真了 廠商算計永遠是突破90微 人與人鬥或許有邏輯可言 但跟不做人的廠商鬥 那只有被拿捏的份啊 而我剛剛提到 這款遊戲是聚取過去的經驗 就是換皮過去旗下的那款 伊甸員的驕傲 該遊戲日服是在2020年7月8號上架 去年的月營收大概只剩下千萬日元出頭 比照旗下過去其他款的腰斬線 應該也離官服不遠了 而陸服則是在2021年7月15號上架 但已經在去年的12月15號正式官服了 中國的玩家歸咎於 遊戲太過於良心 力會被和諧 導致整體不賺錢 不過我認為這點也是太過於操議 為廠商擔心多了 就只是單純廠商認為收益低於預期 所以轉換出另一款出來新進化了 畢竟本次的遊戲都自在簡體中文了 想打什麼主意 懂的都懂 而且伊甸員的問題是在於內容極度的空閥 以及與其他遊戲的重疊性過高 幾乎都是借鑑公主連結所開發 但人家公主連結不只名聲好 還能站著法前陣了 兩者實在高下立判了 如果再舉例一款圖鑑收集器 必然航線 有玩過玩家都知道這款到底客不客 這款的日服在去年賺了26億日元 但伊甸員卻賺了兩億元不到 所有雖然本身就是個課金產品 這是個不正的事實 但把你割韭菜的手法只要不要太難看 品質內容足夠吸引人 還是會有玩家願意買單的 所以這款匪紅的深約 廠商是不是想要認真的經營 就留給各位自己去發掘了 在下先行離場了 結論 美術不輸過去 玩法不如過去 課金不輸過去 體驗不如過去 現在中國很多廠商的重點 都擺在請日本聲優上 好像只要沾點邊都能稱自己是惡友 但主要的玩法 人設 劇情上 都是一坨大便 各家廠商或許都在他們的美術技術上 為了迎合市場 確實有所進步 但更多的是 會將其當作讓用戶掏錢的手段 在資本為大的所有市場更是如此 比起長線的經營 更多是在搞光束換皮 嘎一波 試一波 看看那款去年4399 大量下廣告的 核心利斯特 他們大概也沒想到 上半年的神木遺跡有多成功 就顯得這款有多失敗 如今乏人問驚 只差咽下最後一口氣 公告停服 或許過年就是謹慎的收割機會了 去年底還在中國B站放出PB 開頭就宣傳自己是榮獲什麼Google大獎 準備正式轉身 到陸服割一波韭菜 而最後有人留言 覺得我在搞什麼國家或種族歧視 話說我不管是韓國日本台灣的廠商 我可都是酸過啊 這時候怎麼不跳出來護航一下呢 每個國家都有善惡之人 每個遊戲都有好壞之分 或許有人逢什麼必反 但我不會去一竿子打翻 關注於廠商本身的作為 才是我影片的初衷 不過廠商沒去搞各種宣傳詐騙的事情 還輪的到被有抓出來噴嗎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明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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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